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二下午的2点42分 大跌142点 今天卖压很重 比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台北股市一度大跌了198点 记不记得 上礼拜五台北股市一度大跌198点 但尾盘有拉回去 买盘有刮斗回去 今天跌了142点 尾盘没有拉回去 可是跌142点比上礼拜五盘中跌198点 卖压是更重的 因为今天OTC跌了1.85% 中小型股间卖压很沉重 那这可以理解 可以想象 为什么可以理解 因为台北股市这一波涨了1900点 很多投资人都很有警觉心 所以稍微一跌 获利了结卖压就拼得出来了 那你也不能叫人家不可以卖股票嘛 对不对 所以获利了结 这个都正常 那加上外资台子期进多单 已经都没完啊 所以外资处心几率就要把台北股市打下去 自己从下面去捡便宜 这也是我在节目里面一直跟大家预告的 所以两层卖压 加上今天当冲 你看早盘一开盘涨45点 很多人以为要涨了 当冲做多抢进去 一下子9点半就翻黑了 那早盘买的马上又杀出来 盘中守住买单又进去 尾盘又杀出来 今天就光是当冲 买进认赔 买进认赔杀 就把盘给越压越低了 所以今天是三重卖压 获利了结卖压 外资打压的卖压 包含当冲的卖压 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所以台北股市跌了142点 那会不会跌过头 会不会跌过头 我们看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的部分 美国昨天开高收低 因为美国开始施打疫苗了 昨天稻穷涨了300多点 涨将近280几点 从涨280收盘变成跌180 跌180不多 0.6%而已 我们是跌了1% 美国才跌0.6%而已 那因为纽约 疫情越来越严重 所以纽约州长说 不排除如果再继续恶化下去 不排除纽约又要做封锁 所以让美国股市开高走低 那美国昨天在跌什么 在跌银行股 银行股普遍跌1%到2% 石油股跌2%到3% 这是昨天跌最多的 反而科技股的部分 纳斯达克昨天涨0.5% 还是在历史高点 北腾报道题昨天涨1% 所以昨天美国科技股是很强的哦 昨天美国科技股是很强的哦 特斯拉也涨了4.9% AMD涨了3.2% 美光涨了1.4% 那照理讲 美国股市的科技股强 对每个国家是好的啊 那怎么轮回今天台北股市是沙盘的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是 自费武功 自断手脚 你看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今天亚洲股市南韩小跌0.1% 日本小跌0.1% 新加坡小跌0.3% 大陆股市间上阵平盘 深圳涨0.4% 连美国股市电子盘的部分都涨42点 所以整个亚洲股市是很平静的 台北股市却出现 自己杀自己 自费武功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跌过头了 自己跌过头了 那正好也是个机会教育 我之前跟你们谈过 简易多空辨识法 多头格局如果没有变 欲长黑 隔日就是买点 也就是说多头结构里面 不能有连续的两长黑 不能有连续的两长黑 所以今天一根长黑 明天要止跌 如果明天止跌了 那么整个多头格局 OK 没有破坏掉 那你就放心了 你有放心吗 这个很准 这个叫铁率 你看这一波的上涨过程里面 这波的上涨过程里面 有跌超过100点的 这根 跌了144点 隔天马上开高 又继续涨 那这根是第二根 又来一次 长黑 这是铁率 你看之前 这段多头里面 我们来看这段多头 这段多大多头里面 有跌超过100点以上了 这支 对 跌了344点 隔天隔天开高 第二根 这支 跌了298点 隔天 守住 继续涨 这根跌133点 隔天也是 收高 所以 预长黑 这支 197点 隔天 守住 继续涨 对 这根 跌184点 隔天 守住 然后就开始继续涨 是不是都只有跌一根而已 这支 119点 隔天 开始涨 对 这个109点 隔天 开高 包含这根 跌了416点 隔天 开高 这支 跌137点 隔天 开高 守住 这一天 跌120点 隔天 开高 守住 所以 记得 多头市场铁率 预长黑 隔日 就是买点 这是一个 很简单的 辨识方法 准确率 百分之百 那如果空头呢 空头 预长红 隔天 开高 就下来 不能有连续 两长红 连续两长红 空头就 破坏掉了 所以今天正好是一个 机会教育 预长黑 明天 才是最重要的 既然今天亚洲股市 表现都很稳 那只有台北股市 今天这样跌 加上 美国股市 今天电子盘部分 还是很强 所以基本上 美国股市 如果又涨上去 那明天搞不好 直接开高了 那今天你去杀低的 但如果是 高档的股票 卖了就卖了 如果是底部的股票 那是不是很可惜了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养成买底部 不要追高的好习惯 买底部 不要去队关 队关 去队关 就不要乱乱了 我们找底部 再来买 这样就风险小 利润大 你看今天 能够保持 稳定 强势的 强弱 就会分辨出来了 就强弱 就会分辨出来了 你看今天 如果是底部起涨的 那拨都拨不着 跌都跌不多 那如果是高档下来的 那跌起来 4% 5% 6% 都有 都有 所以养成买底部 不要追高 投机股更严重 跌起来很容易就跌停板了 我是不买投机股的 我相信你们知道 你看记忆体的部分 我对高档开始讲 重点我压旺宏 当然这里全部都涨 你都买也没意义 哪一档本质最好的 我是压旺宏你们知道 我当时讲的时候 当时买的时候 也没人理我 甚至很多人讨看我 旺宏也没去 没有人在讲旺宏 只有林特彦在讲旺宏而已 41块 敢不来 说那么久都没来 是不是来了 我又不是主力 我如果是主力的话 当然我划去就去 我划路就路了 我不是主力 你也不是主力 主力什么时候要做 也不会告诉你 那么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底部买来坡 主力把人进来帮我抬轿 我们只能做到这个样子 所以养成买底部 让主法人帮你抬轿 不要每天都会 对共生股 在带人拱轿 还拱到他那么高兴 主力卖也不会告诉你 到时候换你去偷 你看我在上礼拜二 12月8号的时候 旺宏我卖掉 静怨店我卖掉 我当天就跟大家讲 不要再买了 记忆体要休息了 记不记得 可是这几天以来 几乎很多节目 都还是继续在推荐记忆体 我就说这样就不对了 记忆体你要买 高级就要开始做了 去三个级啊 全都去六十八七十八啊 你们才一窝蜂在抢高 抢得不亦乐乎 那完全颠倒完全错误嘛 对不对 我从上礼拜就一直告诉你 不要再买了 不要再买了 全市场只有零和宴 叫你们不要再买记忆体了 最早买记忆体的也是我 上礼拜开始 叫你们不要买记忆体的也是我 你看记忆体今天全部大跌 不是今天跌 是已经跌了一个礼拜了 拔一个礼拜啊 静怨制造台积电 525今天剩下505 联电51块 今天纯44块 我上礼拜二讲的时候 正好都在最高点 对世界先进 一跌下来 就是十几块钱 热光今天是唯一守住的 这又起立 那金元电我36块钱卖 也是很漂亮啊 今天纯34块盘啊 南亚科 91块 今天纯84块 一掉下来就是7块钱 对 华邦店 27块跌到23块 一掉下来就是10几% 对不对 华东 旺红 所以上礼拜叫你们记忆体 赶快卖 不要再买了 又印证你那天说的嘛 对不对 因为都开始进入淡季了嘛 你再去买淡季的股票 它要再 做高不容易了 你看我威刚 61买 62.5买 连涨两天之后逢高卖掉 61买 62.5加码 大量这一天卖掉 卖掉了老公 我不要再堆了 我的习惯 涨高我卖掉 我就不看了 省得自己忍不住就跳进去 你看你跳进去现在是不是套住了 今天威刚也大跌了啊 我也说不要再堆了 我们再来找底部的股票再做就好了 所以你要养成这样的好习惯 这是一个习惯 也是一个准则 你坚持了你依照做 那你轻轻松松 你不会经常追高去套住 对不对 记忆体跟晶圆代工这一块 唯独剩下谁 唯独剩下日月光而已啊 日月光也最早说的啊 你看今天 所有记忆体股 跟晶圆代工 剩谁在涨 就剩日月光而已啊 我讲说日月光你放心 会再去 11月营收历史新高 12跟1月份也会继续创高 那我们买底部的 你就不怕它了嘛 涨高我也不建议你再追啦 对不对 因为涨高追你风险大 你也抱不住啦 你买底部的你都不怕它 一剥起来40% 你有足够的本钱跟实力 继续跟大家看 88跟95 我认为有机会来 认为有机会来 因为今年真的赚大钱啊 业绩太好了 你看34181的群创 我群创买9块是10块钱母的啊 是不是又是买底部 是不是买的底部 9块是10块钱母的 最后期管指标高我也不追啦 要有风险意识概念 底部可以求 期管就不要再追 当然很高 昨天外资法人又买了12万张13万张 今天创高之后收盘跌三毛钱 路上到没多啦 我反而希望它跌深一点 拌较多的 我再来扣较多的 你如果不拌我就不追我就不扣 你跌我就买 不跌我不买 股票抱着让它涨 每股净值22.9 够跌到13块而已 真凶啦 那你看这样一波段上去 55%呢 所以买底部就有这个好处 安全能够赚大钱 那面板涨谁会受贿 相关零件会受贿嘛 所以6176瑞宜 你看今天也是很强啊 对不对 今天大半抬到这样 OTC跌了1.8% 中小型股三番天 能够守得住的都不简单 瑞宜三个月底部打出了 回到颈限 回到颈限 这也是一档法人高持股的股票 法人持股高达59% 法人持股高达59% 这里没有 没关系 法人持股高达59% 所以瑞宜随时也是会动 你知道瑞宜今年业绩 也是很好的 11月的营收 22个月的新高 前三季的EPS 已经8块半了 前三季8块半 第四季又创新高 今年也是12块起床的啊 12块起床 高级对百杀落下 打这个打成这样 所以行情在轮动过程当中 尽量去找底部的起床股 尤其夹这好 尤其业绩好的 瑞宜 法人目标价 已经拉高到 150元 但我不是说外资 讲150元 就一定会来 你要去评估 它的合理性 如果说你赚12块钱 涨到150 北比才12.5倍啊 也没关啊 对不对 所以外资做这样的评估 我觉得合理 来的机会还蛮大的 那如果真的从110涨到150 那像又三个八要四十八掉了 所以你要找这样的一个分析 这样的一个做法 下去做投资 而不是一直在追强势股 追涨停板 强势股我昨天 特别跟大家谈了 2610华航 我用这支来注意 管间华航 一拉就涨停板 但业绩比较差 所以操作上会比较谨慎 我业绩的功析 操作上要谨慎一点 这也很重要啊 对不对 韩国的部分 今天大部分都开高走低 长龙 阳明 今天阳明还不错 万海 起管的全部都落下来 所以你队管就没意义 最近很多大涨一天而已 你看五十 对 杰利 昨天涨停 今天就打跌停了 MOSFIT的部分 都是涨一天而已 都只能起一天而已 所以不要去队管 所以不要去追高 4935茂林 我们112110买的 做第二招 第二趟了 第二趟了 今天大部分落到这样 够的条 代表里面都有人在 代表里面都有特定人 对155块落的 大家打跌 一支咖 两支咖 现在剩下仅限120 120仅限如果站上去 都开始叮当啊 12月的营收 11月的营收 年成长140% 创历史新高 因为苹果比电大热卖 在大热卖之下 茂林供应键盘 华硕也大热卖 华硕 比电在日本销售 也暴增1.7倍 所以是不是又是 底部的起涨股 是不是又是底部的起涨股 这不是很稳的 所以大盘 回马腔抬下 滚的股票一支一支 你看今天 大跌股票很多 尤其涨越高的 你看中芯店 今天一打就6.8%了 华晨一跌就3%了 对 太阳人的股票 今天全部大跌 旱磊 河硕 国硕 茂迪 全部都大跌 起越高的拨越轻 中美金一拨落就3.5% 合金一跌就是4% 那底部的 相对是不是就比较稳了 是不是 行情是一直在轮动的啦 市场钱就那么一笔而已 市场钱就那么一笔而已 你要去找底部的机油股 再继续买 刚看到 华硕的笔电 大热卖 华硕今天也很晚啊 也很问题的啊 200几块的股票 落两块半 0.9%也很少 这也是 箱形整理4个月 我们是244块开始买的 一度涨到265 指标高了 指标高了修正一下 没关系 买买买华硕 华硕是国内第一品牌 连续残联6年的第一品牌 光是品牌价值就433亿 尤其 赚22块到200几块而已 其他赚22块钱前三季的 这枸权都7800千几块 还有2000块的 所以华硕也是人底部的起张股 今年如果贪30块 那枸权不是200几块啦 你放心 这就是一档底部的起张股 所以华硕这也是很好的标的 富邦金 今天打下来 我们今天继续加码富邦金 今天你打来你打去好不好 今天行情打下来你感觉不感觉 我们今天富邦金继续加码 46块 46.5 46.0 收盘收在45.85 不快 富邦金我42块钱 买的44块 担甘 起来48块 今天回马枪 跑来都快卢卷 今年贪8块 今年贪8块的公司 每股净值就高达 57.2 57.3 会贪8块的公司 竟然连净值都没有 太离破掉了 水中股票 加权指数在14000点 集中股票我认为 是最安全的 那你不要一直追高 有拉回 你看这边拉回 也是让你买 马上守住 再创高 而且公司 要投入 550亿 公司要投入550亿 要投入550亿 要投入550亿 要不要三个股票 太知道 对不对 想也知道 我今天盘中市 一直在犹豫 犹豫什么 犹豫国具要不要卖 我今天盘中市 犹豫国具要不要卖 今天国具跌得比较多 跌了6% 跌了31块钱 后来我决定不卖 不卖的原因 当然有几个 第一个 我没有很够 三百个是 我没有很够在的 我还赚很多 我有足够的本钱 来跟他赌 那其实最主要 我不卖的原因是什么 我不卖的原因是 今天春田制作所 跟太阳诱电 还是很强势 今天春田制作所 又涨了1.1% 太阳诱电 今天涨了0.2% 一个人都起到国具 落到5 落到6 相对国具 660、670了 所以外资也顺势 调高国具目标价650 那我也不是说 外资说650 我就一定要等他650来 我觉得650也合理 那只要春田制作所 跟太阳诱电不跌 那国具 随时都会再回头 所以今天国具 跌了6% 跌了31块钱 你如果对关系 破不掉啊 我买的隔 我也破得掉啊 对 我买的隔 也有的抱得住啊 所以要养成买低的好习惯 今天预金光也跌的比较多 跌了24块钱 那预金光很可惜啊 底部打出来冲出去 又打了回头 那预金光为什么会打回头 跟基本面没问题 今年美股获利30块钱没问题 法人目标价780元也没问题 780元也不贵 真正问题在哪里 真正问题在当冲太多啊 每天都60几%的当冲 每天都60几%的当冲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用 预金光来做当冲 买进 那对 当然冯高就卖掉 那如果不对 买进就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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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变成 散户自己当冲 自己多杀多多杀多多杀多 外资都还没出手 散户就自己自断手脚 自费武功 把股价给打低了 可是目前年限在下面 一般以一家公司 这也是一个基本的专业 一家公司 如果获利创新高 股价都不容易破年限 对不对 你看年限 股价都不易破年限 创历史新高的公司 年限变成是它的一个底部 那今天当冲也很积极 买了砍买了砍 把自己砍到年限 那现在正好到年限 明天玉京光如果年限守住 像中股票 五六百块的沟票 要回去600块钱很快 玉京光明天可以特别注意 当冲太积极了 我不喜欢做当冲 但我的会员很多上班族 也不可能做当冲 那我也不建议大家 太过热衷的做当冲 可是没办法 我说归说 很多人就喜欢这边冲来冲去 因为可能有退用 我也没听过说 做当冲会赚大钱的 还是要实际一点 眼光看远一点 找底部的肌忧股 一支一支温温做 比较实在 今天国阳有开始酝酿的味道 今天国阳成交量增加两倍 有开始要酝酿的味道 这现在一股金 探八块钱了 到来一二个二三个要减资 在减资前会扣一副月 太热了 探八块股金到二十几块而已 在今天这种行情 能够逆市上来 反正要值得注意 茂林尖言利是涨三块钱 我茂林尖 我昨天就卖了啦 昨天趁发布力多的时候 三百五十块先买 这买买我再买 因为我认为茂林是长长的 咕咕痰痰痰的啦 三年以来这里看六百块 哦 有机会 节目的时间没有办法 跟大家一档一档谈喔 给大家一个观念 给大家一个方向 你照我这样的方式做 找底部的基欧股买OK 今天长黑 明天是关键 明天是关键 如果今天晚上 美国股市稳的话 那明天搞不好 就直接开高上去了 所以今天你如果 黑白去台阶的股票 就高兴了 反正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布局时机 跟上连的宴 外资作帐武林机枪 我们来布局 后边还有机会 去30% 50%的行情 一讲一个便当 我们复站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节绩效不保 节目来获利 介义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谢谢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